東港是有三寶來的 什麼三寶說 烏魚子 櫻花蝦 跟黑鮪魚 其實也不是只有黑鮪魚 還有所謂的黃旗鮪魚 一整年都會有 很多人在電視上面 才看得到整隻黑鮪魚 一般看的都是在日本料理店 我們今天 你應該沒有看過 也是在電視上看的 什麼叫做標鮪魚 什麼叫做買鮪魚 什麼叫做殺鮪魚 好 東港距離高雄 只有40分鐘的車程 是台灣十大漁港之一 每年漁獲量的總產量 超過三萬公噸 也因此被封為海鮮之都 說到東港 我也算是小熟 所以這次要帶周榮 來好好認識一下 現在漁市已經開始 聚集各路人馬 應該可以認真來看點東西了 很少看到漁市場 只有單一的鮪魚 現在漁市都沒有漁漁化鮪魚 現在沒漁化鮪魚 漁化鮪魚 漁化鮪魚 所以現在漁化鮪魚 他現在在寫什麼 這個價格 他這小熟已經被買走了 對 但是他貼了 這個是日本人買的是不是 對 那個是日本的貝殼 上面有一條肉 那就是買好了 對 貝殼 是不是一個 相片要放開一個 幾個會發展 像現在這樣嗎 他要戳了嗎 對 他買了 他也花在地上 水也賣 漂亮嗎 對 他水是有什麼看 我拿去 他要把它刺 會亮的 因為我去過 對 他要刺 我把它刺 刺到我沒問題 要涼喔 對 把他刺到我沒問題 來吃 你看他的肉質 是好的 是好的 來吃 我把肉吃給他生生 對 一點點 嗯 吃掉了 你都已經拿到手上了 放在嘴前 我可以叫你不要吃嗎 他剛剛說啊 我看他就是說尾巴 對 他為什麼要說尾巴 你如果買人想你不會想你 沒有價錢 價錢沒影響 你不是要吃得很好 是對7家還是 7家 真的要吃得很好 你怎麼做到那裡最高 有時你有時 中間龍骨的地方沒有 他有時就超會打他 有時宴會都在那個地方 我們在那裡簽簽了 你不是說買就能不能簽 對啊 買就能簽啊 但是你簽的時候就知道 裡面有宴會沒有宴會 你如果簽了不好的就退出 你知道嗎 你成熟點就沒有什麼簽 像女婆人在退貨 我又有膽子 買下去 還退後 這樣沒隨意的 我要是賣魚我一定不會賣給你 你簽了 你整排 一直簽一下就簽 所以算你也簽 這樣說 眼光就很快 對啊 你的成就感而已 它只是用實現自我的感覺 像 怕又不準 每次簽 每次都準就覺得 我最近看漁物比較厲害 這條魚會不會賺錢 品質好與壞 在於個人精準的判斷 所以必須要有多年的經驗 才能挑出好貨 得標之後 就會立刻在魚身 貼上標單 過棒 配送 絲毫不浪費時間 既然來到了 有饕客天堂之稱的華僑市場 請能夠錯過美食呢 好 我們第一站 就先去曾老闆的主場走走 怎麼吃穩 當然準 你不要太多買了 你剛才出現 你幾歲開始了 我 十三歲 你們看 十三歲啊 他剛剛在取的那個是 橘頭羅跟橘頭羅的部分 什麼東西 橘頭羅跟橘頭羅 橘頭羅 周富跟大富 他現在取的是 我們講說 阿卡咪就是背的部分 肚教頭羅 對 每個人都說鮪魚的話 是頭羅最好吃 其實不一定太遠 如果我喜歡吃清爽的 帶點血味重一點的 我可能就會跳上面 對 那如果說我要吃油脂多了 就會是 魚的下面的部分 那越往下 它的油脂越多 像這個 這個是這一條魚裡面 最油的部分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它筋很多 很多人在吃那個 那個 就是 蔥跟 打在一起 它就會把這個 用湯匙把它刮刮刮刮刮 把這個筋的部分挑掉 再剁一剁放在一起 同一條鮪魚 會因為部位及脂肪的含量不同 口感也有所不同 這就是鮪魚的魅力所在 而冬天是魚貨量較大的季節 所以這個時期的魚 不但負有豐富的油脂 口感也很棒 至於在食用順序跟方法上 也有講究 來 我們上菜了 今天老闆他已經有自己的醬料 弄在魚上面 對 那不然我們在吃 出西的時候 拿的時候先翻起來 翻起來這樣沾 沾完之後翻過來 然後這樣送進去 對 翻這個 魚是在下面 因為魚要蹭透出這個翻 我示範再一次 因為它是有醬 但是我還是做一次 這樣對不對 拿的時候是這樣拿 然後翻過來這邊沾 再翻過來這邊 然後這樣輸進去 要用的是在我可以做示範 但很多次都沒有問題 在這個吃的時候 你可能要去分 從顏色淡的 稍微慢慢往顏色深的 油脂少的到油脂多的 但是我的習慣 我會留幾片 油脂少的 中間拿來洗嘴 洗嘴巴用 然後 所以接下來我會吃 我會吃蛤蜊 這個 蛤蜊乾 紅乾 我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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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行人都知道 想吃剩餘片 又不用花大錢的地方 其實 就是在市場裡 曾大滿說 第一時間現做現吃的壽司攤 不僅食材新鮮 價格也很親民 想滿足口腹之餘的朋友們 這裡是很不錯的選擇 話說 華僑市場裡 還有其他值得品嘗的小事 我們繼續秘食去 東港這邊 其實有很多很特別的東西 因為它的物產 當然偏海鮮居多 但也是有甜點 甜點 什麼甜點 像小流球就是麻花泉 對不對 那這邊自然就是這個 雙高潤 這些都叫雙高潤嗎 對 薄膏和烤味 我們剛開始吃 原味 原味是哪一個 就是用黑糖嗎 我們這個糖 是用黑糖 黑糖 很用黑糖 因為杏味的原味 比較雞性健康 那妳最喜歡哪一個 我喜歡芋頭 芋頭的 好,那我就吃芋頭 芋頭嗎 對啊 來,怎麼樣 這個如果要以口感來講的話 比較貼切應該會像 超阿貴那一類的 那妳吃這個 妳怎麼不吃 我吃要怎麼吃 好 我是給妳吃因為我吃過 妳比較少 妳怎麼這麼有愛 我哪一次沒有分給她 有 妳講話要負責任耶 有啦 對啊 沒有,這個會是 這樣都還沒看 應該是說它其實黑糖的味道 還是偏比較重一點 那個芋頭的味道是後面 才會慢慢的散發出來 鬆啦 芋頭你說很香 很香 所以我們比較好奇 它的這種原料是用什麼 它是用太白白嗎 它是用原料 這是用調製成米頭 米 米,糯米,薑 那就偏超阿貴的感覺 超阿貴,只是它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 超阿貴咬性那麼多 雙高潤 有點黏性但不黏牙 芋頭跟黑糖融入其中 是越咬越香 所謂的雙高潤 其實就是由糯米和黑糖製造而成的 將糯米炒過的黑糖和餡料 一起蒸熟後 一層一層的疊上 就是顏色分明的古爪味糕點 海高玩到 這個你就有吃過吧 海高玩到 這個就是 棋魚黑輪 棋魚黑輪 對不對 這還有別的 這是花枝丸 花枝丸 裡面包花枝肉 棋魚樹是什麼 棋魚樹是這個混沌品跟鮑魚肉 好,我要棋魚樹也要這個 棋魚黑輪 然後天賦羅 天賦羅 棋魚樹本來東港就有嗎 還是東港是棋魚黑輪 東港是棋魚黑輪 黑輪比較有名吧 但棋魚樹是後來的 對 來,先給你看 先吃它好了 因為我對他很好奇 他剛剛有提到說 裡面的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現在就把裡面這個料 都開來給大家看 棋魚快樂 棋魚快樂 原來是 他就是別的沒有啦 我就是棋魚多啦 台湖都在外面吃 嗯 你們以為白胡椒味道很重對不對 錯 補香味道更重 它裡面的棋魚 有放著補香進去 嗯 對不對 對 如果我跟你講就是棋魚 熟棋魚 妳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哪妳說 天尾比較 肉比較硬的感覺 對 但我跟你說這個 一點都不硬 它這個還帶有湯汁 可以喔 它非常的脆 但是不會含油耶 不會 這個炸的技術也是 非常的厲害的 不好意思喔 你看台語人 它很脆 但它不吃油 不含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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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要是這樣講的是不是 棋魚是這裡的大宗買賣 因此也連帶開發了許多附加食品 成了最具人氣的特色小吃 像是這個棋魚酥 就是用餛飩皮 它包覆著新鮮棋魚塊下去油炸的 外皮口感酥脆 內餡還可以吃得到魚肉的鮮味 我跟你說 越吃越刷出 好 接下來這個 你應該就很好奇 為什麼我會特地點天婦羅 其實不瞞大家說 我們有認識一些工作人員 他自己謠傳自己是高雄人 對 他說這邊的東港的天婦羅 一定要點來吃 因為天婦羅哪邊沒有 西隆也有 他說但是東港的比較薄 薄會造成什麼現象呢 吃起來可能應該會比較脆 五百千薄 還是讓你先吃吧 不然我大概想到一半你又吃了 它外面像餅乾一樣 可以說它是像是切薄片的百葉豆腐 炸過之後 是喔 嗯 應該說它的酥脆度啦 是北部的天婦羅沒有的 對 北部的天婦羅也是有酥脆的 但如果說它那個脆口不在你嘴巴裡面 這個大概可以 平流大概八下 有 大概八下脆 北部大概三下就沒了 因為北部比較厚 所以它在炸的時間 它裡面還是有很多的水分 所以它就算是酥脆的話 它還是不能吃 停留一下子 它就開始回軟了 來 接下來 這個 這個我 不能說我常吃啦 但我最起碼有吃了五六次 你算吃得認真喔 一般我們吃就這樣 它直接頂到竹籤的鏡頭這樣 算厲害喔 所以我剛剛有先偷偷看它們做 它們蛋包在中間 所以如果我剛剛只咬一點點 我怕我沒有 先不到蛋 所以這就是行家就這樣 像我們的就很拿起來 有沒有 該知道就知道 好吃吧 好吃 剛起鍋的烏雷 將胡椒粉的香氣逼出來 配上裡面包覆的水煮蛋 口味也是恰到好處 製作方式呢 是把其餘薑和蛋 裹成長條狀 再放入鍋內 也要照到金黃 現做的滋味 只能用鮮來形容 好的 接下來還要加碼找美食囉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一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這樣子的速度會料理 吃飯囉